朝鲜的前世今生久 663年唐高宗李治在新罗设立了吉林州都督府 以新罗王侍习吉林州都督 新罗王肠子都毁清了 因为眼光短浅爱占小便宜 结果把高沟黎百计两个邻国都得罪了 为了活命鼓动唐朝灭掉百计高沟黎 大唐趁势而为 先后收拾掉了百计和高沟黎 并分别在百计设立雄进都督府 在高沟黎设立安东都督府 新罗没有捞到太多好处 如同被遗弃的小三 对大唐由爱生恨 开始扶植朝鲜半岛的原高沟黎和百计的反唐势力 670年4月 土佛大举入侵中原 驻守平壤的出唐名将薛仁贵 被紧急调走去对付吐蕃 辽东防务出现了空虚 新罗立即煽动高沟黎移民叛乱 唐军不得不忙于镇压 新罗趁机攻打 驻扎在百计的唐朝军队 经过四年蚕食 新罗从唐朝手中夺走了原百计的大部分领土 而唐朝也平定了高沟黎叛乱 双方正面冲突一触即发 674年唐高宗派刘仁贵领兵攻打新罗 刘仁贵可以说是超越薛仁贵的国宝级兵将 百江口之战中曾以少数兵力打残了声势浩大的窝国水兵 675年2月 刘仁贵军迅速渡过葫芦河 先后在阿达城七重城大败新罗军 同年刘仁贵主力回国 新罗以全国之力也不能击退留守唐军 唐朝大将李锦行先后攻克新罗石献城 赤木城 买销城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新罗王实在玩不下去了 新罗王沿袭高沟离的老套路 向大唐请罪称臣 唐朝当时的处境也很不好 吐伯在乌海击败了大名鼎鼎的薛仁贵后 一跃成为能与大唐抗衡的西部豪强 面对咄咄逼人的吐伯 唐王朝抽不出太多精力去调教两面三刀的新罗 于是接受了新罗的道歉 并重新册封了新罗王 从而结束了持续六年的战争 总的来说 唐朝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 但失去了雄金都督府 而狡猾的新罗趁人之危 抢了底盘再投降 使忙于西部战事的大唐 韩类承认了新罗吞并百计的既定事实 朝鲜半岛也因此进入了统一新罗时代 基本上形成了现在的朝鲜或者韩国民族 683年唐高宗病死 武则田开始独揽大权 为了清除障碍 武则田在称帝前后 很决然的惨除了一大批能征冠战的将帅 导致在一段时间内对外战争频频失利 696年辽西契丹叛乱 中原和辽东的陆路交通被切断了 于是在平定契丹后 王朝中很多大臣提议放弃辽东的安东都护府 就连聪明决定的狄仁杰也认为 滇江军阵只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并两次上书武则田 建议废除安东都护府 但是武则田很清楚的认识到安东都护府的战略一 一旦撤出安东都护府 新罗会轻易占领辽东 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 加上广阔的辽东地区 对中原的威胁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武则田没有撤掉安东都护府 但是为了平息舆论 将都护府降格为都督府 698年 墨赫族首领大作荣在现在的吉林东化建立镇国 就是后来的渤海国 705年唐中宗复位 大作荣向唐朝称臣 但是渤海国的快速崛起 使唐朝和新罗都感到了不安 双方开始改善关系 共同遏制渤海国的扩张 于是748年唐玄宗下周承认大东江以南为新罗的领土 新罗也承诺不再向北扩张 渤海国是以墨河族为主体的政权 墨河是生活在中国东北的一个非常悠久的古老民族 他们的祖先在商周时期被称作宿慎 北魏时期叫悟吉 隋唐时期才变成墨河 辽宋时期改名为女真 清朝建立后又改名为满族 不过近代朝韩两国有一些很有创意的史学家 认为渤海国是朝鲜韩国的一部分 并强行捏造了朝鲜南北朝史 把渤海国称作朝鲜北朝 新罗国称为朝鲜南朝 但是作为朝鲜和韩国最具权威性的史书《三国史记》 也只是记载了统一新罗时代 而把同一时期的北方邻国 渤海国排除在外 然而所有的史书都无法阻挡 韩国人征服宇宙的步伐 按照他们的奇葩逻辑 因为一部分墨河部落被高沟黎征服过 所以高沟黎人就是墨河人 所以高沟黎人就是满族的祖先 因为高沟黎人被韩国人强行认作祖先了 所以满清皇族就是韩国人的后裔 实际上满族无论和高沟黎人 还是朝鲜韩国人都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甚至历史上的朝鲜是极端仇恨满清的 因为一直到明朝被清朝取代以后 朝鲜还是坚持使用明朝崇祯年号 当然这也说明了明清时代的朝鲜 还知道感恩 因为明朝的确为保护朝鲜抵抗日本入侵 付出了巨大代价 不过很可惜 这段明朝万历年间的元朝战争 也被现代的某些朝韩史学家忽略掉了 安史之乱后中原的唐帝国走向了衰落 而同一时期的新罗也陷入了危机 887年新罗历史上的第三个女王 真圣女王继位 两年后新罗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 各地方豪强趁势独立 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 谁才能脱颖而出 与新罗争夺朝鲜的霸主地位 我们下回正结